大家好 欢迎回到美丽大小时的 YouTube 频道 我是 Eric Tan 不是一粒蛋 诶 或许你们会问 为什么我今天穿到这么红通通的 难道是要过年了 没有啦 主要是因为 是为了要配合今天全民推荐的主题 那就是因为我们来到了 红韵茶餐室 那么我相信呢 只要你是住在 东村 Lekord Area 还是连路一带呢 一定会知道 红韵这一间茶餐室 每当人家提到红韵的时候 一定会联想到它的 Laksa的 是不是值得推荐咧 好啦 那我们就不说那么多啦 讲着讲着都只有一点饿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去体验它的Laksa吧 全民推荐 带你体验 Let's go Laksa 终于上座啦 OK 热乎乎的Laksa终于上座啦 然后这里红韵的Laksa呢 就有分大小跟Special 小份的呢就是5块半 然后大份的呢就是8令吉 Special的话呢就是9令吉 OK 那么今天呢我就点了一份 一份Normal的大份Laksa 还有一份就是Special的Laksa 那么Normal的话呢就跟平常的一样啦 就是有鸡蛋丝 鸡肉丝 还有的就是鸡条虾 然后Special的部分呢 我就要隆重的跟你们介绍一下 因为它真的很特别 怎么说特别呢 就是你有看过人家把 硅杂的料放在Laksa里面吗 我自己是没有看过啦 如果你们有看到其他地方有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一下 OK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啦 我们现在就去吃一下它的Laksa吧 好 OK 现在我们来尝试一下它的Special的Laksa 首先呢我们就要尝试一下它的猪肚 它的猪肚呢非常有嚼劲 然后那个Laksa的味道 渗透了这个猪肚里面 你就不会觉得好像Gwezak的味道 跟Laksa的味道沉起来 会感觉怪怪的 是没有这种味道哦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来尝试它的猪肠啦 我现在要点一下Blazan 意外的好吃耶 怎么说意外的好吃呢 就是它的猪肚不会太硬 就是很软 然后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它的猪肚味没有那么重 那么我个人呢是非常的担心会吃到猪肚味很重的猪肠 可是它没有耶 它这一点他们做到真的是非常好非常棒 现在呢就是尝试它的虾 它虾很新鲜 而且又很大条哈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大条的东西 OK那么来到最后一点呢就是整碗Laksa里面的精华哈 就是它的汤 哇它的汤哦 辣度有超过3分耶 我可以打4.5分 因为它的辣度是蛮高一下的 然后呢它的汤头 的咖喱味是蛮重的 OK before 我忘记齁 我要讲的东西呢就是它的营业时间 红韵茶餐室这边的营业时间呢 就是从早上的6点半到12点半了 也就是半天而已 所以大家如果要来吃这么好吃的Laksa的话 记得早上一定要早早早早早来 红韵红韵 都讲明红韵了吗 包你吃了哦 红韵都来啊 Hang on what 那我现在很开心啦 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开心吗 因为我美女坐我旁边 没有啦没有回来正题 今天很开心能够采访到这么漂亮的老板娘 那么你可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吗 我叫士琴 士琴你好 那么想问一下 你做Laksa这一行大概做了多少年呢 我自己做的话是三年 然后妈妈做了十多年 就是蛮多年一下 现在是你妈妈PASS给你做对吗 对 那么你对美里大小事的观众有什么想要讲呢 大家可以来尝试这里的Laksa 还有一点就是记得来看美女 那么这一集的全民推荐呢也非常成功 耶 掌声在哪里 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张sticker呢 贴在他的档口啦 Let's go OK 那么今天全民推荐呢就到此为止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订阅我们 按赞分享留言 以及不要忘记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好 那我们下一集见啦 拜拜